给你关掉了 现在打不进来了 打不进来 谁打谁打不进来 把我手机开了十一天 把你的手机开了十一天 又给你关掉了 现在打不进来了 打不进来 谁打谁打不进来 把我手机开了十一天 把你的手机 这是张寇寇的父亲 手机都不能打 都七十多岁了 张寇寇不也被枪毙了吗 这老头也伤害不了任何人 又给老头上维稳手段 陕西汉中警方 真是可恶 有什么必要吗 多此一举吧 是吧 这个到处都是敌人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878年柏林会议后 德国的势力进入 巴格达铁路问题 应该叫柏林巴格达铁路 从德国首都柏林 到巴格达 和德国向土耳其 派遣军事使团 就派遣军事顾问团 使英德的矛盾逐渐上升 至20世纪初 并取代了英俄的矛盾 成为东方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意大利直到19世纪末 才开始通过阿尔巴尼亚 向巴尔干渗透 并寄予北非的土耳其的属地 迪利波里和西兰尼加 迪利波里 西兰尼加 还有另外一个城市 那个叫什么来着 他叫费赞 费赞 他分成三大部分 组成今天的利比亚 东方问题 是促成英 法俄和德 澳两大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 也是导致一战的根源之一 奥斯曼的崩溃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最终消除了产生东方问题的历史根源 那土耳其就完蛋了 垮了 所以没有这问题了 东方战线 1939年的9月至1941年6月间 苏联利用德国进行西线战争之机 将国进线向西推移了100至300公里 建成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防线 巩固西部边防 为此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1939年9月17日 苏联出兵波兰占领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 就把波兰的这两部分 等于给跟德国人分赃了 让波兰又亡国了 然后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 进行了苏芬战争和签订了苏芬条约 他这个占领了 就把人家给侵吞了芬兰大概10%的土地 40年6月 苏联出兵比萨拉比亚和北部科威纳 这两个地方是属于罗马尼亚的 又给人抢走了 8月你看这个中国的啊 这是中国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的 这个这个 叫做世界外交大词典 他用的词叫接纳波罗的海三国 这个不叫接纳 这个叫侵吞 叫侵战 叫侵略 叫并吞 叫强占 这个我有一本小儿书就讲这一段的 讲一个苏联特工 就在这个阶段 在波罗的海三国如何从事秘密活动的 有一本小儿书 那小儿书都被我表哥拿走了 我表哥小坡 这个 他是我表姑的儿子 小坡姓什么我都忘了 但是我表姑姓刘 他们家原来大地主吗 苏联说是对少数民族的解放和维护边界安全 西方说苏联是侵略扩张 德国或事先表示同意 或事后暂时予以容忍 是这样 东非共同体 East African Committee 东非经济共同体 坎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 组成的